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积不大不小 近两千平方公里 容纳了近百万人在此暗居热夜 走进这里你会看到 层层的山峰 湾园的山路 层片的菜田 还有四处飘现的蜡肘 三层人有着不一样的三层故事 前两年外婆家被拆迁 在原来的基础上 又盖了一座铁皮屋子 跟外公两人相依为命 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守候的这片美丽的土地 我一远道而来 他们格外开心 你欣源 也好多厚 优优独播剧场者 宣优独播剧场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宜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平时在学校放途工作 下班了 总会到自家的田地上 忙碌 工作 种田 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任务 小溪的流水 长沉而过 夕阳下 显得格外动力 大一家的孙女 也会拿出自营车 在先天的道路上 静静地放飞 静静地舞蹈 我拿着无人机 在田地上记录着 乡亲们看到了好奇的围观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件美妙 和又罕见的高科技 对我来那些卫生大匹的建筑刚刚好 对我来那些卫生大匹的建筑刚刚好 和市城堆他们要团团结结的 与与围围围的 及弟兄 及姊妹也好 要过得与与围围围的 要过得幸幸福福的